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华词相当的辛苦 我们一起念他的华词 简历西南不历东北 历见大人真吉 那么他连续讲好几个历 他是西南方有历 东北方不历 这个我们在坤卦的时候 已经谈过这个 因为西南方是阴性的卦 都在那边 西南方你看后天八卦 你可以看到有迅卦 有离卦 有坤卦 有队卦 四个阴性卦都在西南方 那么东北方呢 都是阳性的这个卦 譬如说你从正卦 然后接更卦 再接前卦 再接更 手跳回去 有个坎卦 正卦 更卦 坎卦 前卦 四个都是阳性的 他都在东北 所以当你看他说 立西南不立东北 什么意思呢 就叫你要摆低知识 要能够柔顺 学习这个阴 阴性这个卦的一个作为 千万不能够摆这个高姿态 因为人在各种情况 他有地方他很熟悉 得心应手 人缘也不错 条件都具备 那有的地方你恐怕是第一次去了 那人生地不俗 你当然要尽量收敛了 那这个时候是一见到大人 然后正乎吉祥 就是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动的话呢 也要记得 就是以退守为宜 那即使你在进行某些事的话 也要能够尽量收敛 好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段传怎么说 段曰 那么简就是困难 我们常常说 这已经有四大南卦 哪四大南卦 第一个南就是尊卦 尊卦大家都知道嘛 水雷尊 砍卦没有问题啊 就西砍了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简卦 第四个就是困卦 折水困 这四大南卦呢 四大困难的卦里面都有一个特色 都有水 水雷尊 这两个都水吧 水三简 折水困 所以为什么这个砍 对很多人来说有压力啊 那四大困难的卦 尊卦大家记得吧 骑上马也是团团打转的 就是你没办法行动 那么砍卦的话已经讲过了 从底下往来砍砍 都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看简卦水三简 简他直接就说这是困难 那至于困卦的话更是一筹莫展 折水困 等于是沼泽里面的水啊 已经到底下去了 那这一下沼泽不是没水的吗 所以我们看这个简卦呢 它是在虚卦里面说 乖必有难 不受之以简 简者难也有困难 你只要乖离之后就会有困难 我们跟别人合作的时候 常会觉得合作起来力量大 大家互相配合 再继续看 他这边说 有围浅在前面 看到围浅就停止 水三简嘛 水代表围浅 山代表停止 那这是明智啊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能够谨慎的判断 这种困难也不用担心 是因为前往可以取得中位 你说这简卦前往取得中位 那是指谁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又是简卦 是小固卦变来的 这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有几个卦 从小固或是中幅变来 我们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的卦是这样变的 它后面解释的时候 就这么根据这边变来的 比如说小固卦九四 取得六位置成为简卦 小固的九四 水三简嘛 底下三没问题啊 稍微变水的话呢 一定是这两个户卦 这两个一换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简卦 那这两个户卦的时候呢 往前走取得中间的位置 变成九五 它讲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知道 它非得从小固卦来解释 不可 利西南就是说 小固卦的九是在户队里面 九三九四六五是户队 现在称为简卦的九五 就是九四变成九五了 在户离里面 对之西方之卦 离之南方之卦 合之则为利西南 这样来的 所以你再看一次 上面是这个户队 小固卦的户队 在西方 九三九四六五 那一边之后呢 变成一个离 上面出现一个离卦 离卦是南瓜 对卦在西方 这等于是这个小固卦 变成简卦的过程 离西南 因为对卦跟离卦 正好是西跟南出现 也可以从这边来理解 那为什么不离东北呢 因为下卦根就是东北方的卦 更是山 增加的显示 所以他起到穷烈 那么这里所谈到的大人啊 当位啊 正邦都针对九五来说 简卦的实用 就告诉我们 简卦配合实施的运用 方式太伟大的 有的时候谈实意 实的意义 有的时候谈实用 实的用处 有的时候只谈一个实这个字 就要随时注意时机 那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讲实用 应用方式太伟大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是成就工业的机会 我们常说危机 有危险才有机会 这是在仪经里面是常可以看到的吧 如果你说你都希望有这个平顺的日子 其实平顺的日子对人来说 没有什么挑战 到了中年就是重复而乏味 那人生有什么乐趣呢 那说中年还有挑战的话 代表你 在这个时候身心趋于成熟 还有挑战的话 发展前那真的是 将来能够有更高成就 那都是你可以看前卦嘛 九三九四你继续努力才能到九五嘛 你九三九四你不愿意努力 从三十岁到四十九岁你不愿意努力 那怎么可能会有九五的发展呢 所以像这种困难对我们来说 我们看大象怎么说 象曰山中有水典 君子以反身修德 所以千缘万语到最后还是反身修德 反省自己修养德行 那么反身修德这个词啊 在孟子里面特别喜欢讲什么话呢 就是反求诸己 这个词我们也在用 孟子说的多好 他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他又来一个普遍的说法 天下两个字代表天下人 你这个身走在正路上 你自己行为端正 天下人就会归向你嘛 要看你是什么位置啊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啊 他底下说的很深 他说人者如色 色者正己而后方 方而不重 不愿胜己者 反求诸己而以异 他说一个人行人做或做好事啊 就像射箭一样嘛 你射箭没射中 绝不能够怪胜过你的人 要问自己为什么没射中 有些人没射中 还怪说剑靶放歪了 所以我没射中 或是先射箭再来画剑靶 那都是浪费力气的 好碰到箭挂怎么办 我在去年七月份来 北京的时候就沾到箭挂 代表很辛苦 当时看到箭挂的时候呢 我是沾到箭挂的九三 往箭来返 那么我又不能真的回去啊 就是前面有这个箭 那怎么办啊 我就想到说 这个箭底下是一个竹啊 我在北京期间 几乎隔一天就去做足底按摩 结果那四十天就平安无事 这就是灵感 对不对 你说一个字 这个底下有个竹 就提醒你说 你这一次在那边 走路回很多地方 跑很多地方很辛苦啊 那脚要好好保养 像这就是灵感 所以你沾挂的时候 你不要执着 你说这个挂上面写什么 像你们看到 现在有一个参考的资料 千万不要执着 一定要灵活一点 有时候你从这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些启发 好我们看它的内容 第一个初六 王箭来遇向月水 王箭来遇一代也 他说前往游写难 回来游称域 这箭挂就是告诉你哦 水三箭 你自己要往前走 小心一点 前面是困难 那怎么办呢 你回来吧 因为初六是可以回来的 因为它是初六 力量不够 阴瑶在岗位 它本身不可能发展 它上面是六